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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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行山障用得好是輔助 不懂用就是障礙 走到跌下跌下感 不如跟教練學一下怎樣用 一支行山的手障 第一件事一定是有手環 可以調校其中一個款式 我們調校一支手障 剛剛的高度在平地位置 才度好大約90度位置 方便我們可以看 我們通常會是左手右腳 就不會左手左腳 方便我們這樣走 這樣會舒服一點 下斜的話 你會看到這支掌 有一個頂部位置 我會建議整個手掌 包含了 然後我先下去 慢慢這樣下 其實重心微微向前傾 上山的話 我們會改一改 我們就不會再拿頂部位置 我會拿著手柄位置 先上了掌 再上腳 如果平路不用下山掌的話 我會建議兩支掌 這樣可以再接叉